你在金融世界里待得越久 你就越来越能感觉到 这个世界对于普通人深深的爱意 因为整个世界都在保护你 股市对于普通人只能做多不能做空 所有股票经纪人都在拉开户 没有门槛 当你想稍微动点脑筋 想能不能做个空啊 开个股指期货门槛50万 那是你要实锤一个特务 才能拿到的奖励 你在想搞点期权 做点风险管理 对不起 不仅要钱 还要考试 你不明白为什么 跑到柜台去问 柜台小姐姐说 因为风险大 需要保护你 你摸了摸脑袋 被他的善良感动了 到了家以后 你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一个基本上怎么上去 就会怎么下来的周期性市场 为什么做空需要保护 做多却从没见谁保护你 好像做多没风险一样 你看着隔壁有些高科技市场 常年牛市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对了 那边虽然多头常年吊打空头 但做空不需要额外的保护 但你想买 你换不到漂亮钱 你换到你也换不多 换多了你也出不去 出去了你也难开户 开户了你买了赚了钱 你也回不来 还是保护好自己 别上当了 对了 你听说有人炒币能赚钱 你也想炒 可媒体上不断重复的诈骗传销宣传 让你望而却步 什么东西 洗黑钱的诈骗盘 什么东西也敢叫币 就是个击骨传花的骗局 哪怕他翻了多少倍 哪怕十年里有八年 他都是全球涨幅的第一名 可你眼睁睁地看着他几年下来 从几千块的传销盘 涨到了二三十万 高不可怕 你狠下心去想下个交易所的软件 反诈中心和局域网挺身而出 又一次保护了你 而且这种保护 只针对咱们自己人 中国香港同胞 是可以合法合规地 像买卖股票一样买币的 你看 在大是大非面前 哪怕都是中国人 先保护谁 谁不需要保护 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被这种保护感动得无以复加 在网上赞扬着伟大 但我想劝你一句 你别光表忠心 记得多多贡献土地出让金 真爱 就请老老实实 背他个三十年的房贷 你看了看新闻 又看了看 卖自己基金的金融大佬 咱还是忍着几十个点的浮亏 坚持长期主义吧 对了 你所能收到的信息 也是被保护过的 你说你有鉴别能力 你不需要保护 你就想看看全世界 那你得好好练轻功 还要小心翼翼 转眼 2023年过了一多半了 我在十月底统计了一个 各类资产今年的回报图 11月全球都涨了一点 所以可能数据不太准确 但排名大致是对的 我跟各位汇报一下 咱们从左往右数 今年最差的是 弯道超车创新强迫的创业丸子 第二差的是 借心还就 银池某粮的美国偿债 第三差的是 爱国者治理下的恒生指数 第四差的是 韧性十足 基本面良好的护身三板 那最好的呢 最好的是传销诈骗盘某某B 第二是白左横行 零元购的科技公司聚集地 纳斯达克 第三是 大妈疯狂买入 建议保持理性的黄金 第四是 通胀狂飙 民不聊生的 标普500 严格来说 这里面除了黄金 基本都是不让咱老百姓 随便乱买的 金平梅里有句话 这世界上 凡是禁止的 都是有好处 但不想分给你的 凡是提倡的 都是有坑 需要你去填的 我为什么做这期视频呢 当然是为了感谢 对我们的保护 更重要的是 致敬古典白话文学 巅峰之作 金平梅 多看书啊 做个粗点的韭菜 蛍 蛍